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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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头是打赏 每天开机的玩游戏 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选者 我是RICO PAPA 又到了每周的偷闲加油站 在这节目里 我会整理每周发生的游戏大小事 新闻爆料 新发售的游戏资讯等等 这周的游戏新闻有很多关于 Xbox 以及微软的消息 为什么市面上的XBOX 总是比PS5还要多的这个问题 总算是有个解答了 还有 还有新XBOX的资讯 听说微软正在开发新的XBOX主机晶片 难道是微软也想让Series X来Pro一下吗 还是说像PS5或者Switch过往的小改版呢 而微软收购动视暴雪这件事情 感觉大家好像都觉得已经是定案了 但其实尘案还没有完全落定 随时都有机会翻盘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本周的游戏新闻部分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纳闷过 为什么索尼的PS5缺货那么严重 但是同样的情况 在对手微软的XBOX Series X 跟S 上面 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尤其是去年年底到现在这段时间 除了Series X 稍微比较抢手 但是至少还买得到之外 Series S 几乎都是随便买随便有 还不用绑什么大礼包 根据最近透露出来这个爆料 似乎就有解答了这个问题 在YouTube频道 Xbox Era的Podcast访谈当中 主持人Nick说 去年全世界主机荒了4月左右 他就有收到消息说 微软在接下来的下半年 供货量会越来越充足 而实际上 市场正在卖的XBOX也的确是越来越多 甚至在国外2021年圣诞节 以及黑色星期五这段时间里 Series S 因为它的价位 以及它当时是几乎唯一买得到的次世代主机 因此就成为了国外销售黄金期的期间 卖的最好的主机 那他说 微软之所以在大家都缺货的期间 还有主机可以卖的原因 哒哒 答案就是 微软强大的超难力 他解释说 微软在供应商那边 多花钱购买了主机晶片的优先出货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近视今日 XBOX的出货量感觉都比PS5高上一截 从VGChart3月份所提供的数据当中 也可以看到 索尼的PS5在推出之后 卖的是下下叫 数量直接海放XBOX一条大街 PS5在推出之后 整个2020跟2021年就卖出了1700多万台 而XBOX的X跟X加起来也才卖了不到1200万台 但是在踏入今年之后 XBOX感觉就像异军突起 倒是甘蔗 只看今年1月出到2月底的话 两家卖的数量几乎是差不多 如果对比去年的同期又更明显 去年在这段时间当中 PS5卖了近150万台 反观微软的XBOX只卖了83万台 几乎差到快要一倍啦 但是到了今年 PS5的销售下降了快要两成 反而是XBOX的销售量增加了超过四成 这样一来一往之间 两家的差距就在慢慢缩小啦 从上述图表以及目前市场上 PS5还是普遍缺货的情况来看 PS5的需求量还是非常的大 但是目前索尼卡关的地方应该就是 PS5做不出来 甚至还有可能产量比去年还要来得更低 微软在这方面将了索尼一军 不知道是该说他蛮阴险的还是说他蛮聪明的 毕竟索尼PS5做不出来 总不可能跑去跟玩家抱怨说 都是隔壁微软同学用超能力把我的晶片都买走了 所以就只能哑巴吃黄脸 不停被玩家抱怨说买不到PS5 玩家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迟迟买不到PS5 但又因为想要马上现在 right now跨入次世代 因此而转为选择有现货的XBOX 虽然目前这则消息还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的认证 但是从过往的数据观察下来 的确是可以佐证这则爆料可能性还蛮高的 我们自己过往在传统产业待过的经验当中 确实也在供货短缺的情况下 也会发生这一类多付钱来买优先出货权的情况发生 所以合理推断说晶片生产或许也是有类似的模式 应该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 那微软这样挥洒超能力制造出来的优势 到底够不够能维持多久 是否能让XBOX追上PS5 甚至超车索尼呢 这个目前也还没有答案 就只能静待故事发展期待下集啦 游戏主机厂商对于自己正在开发当中的产品都很小心 为了要保密 他们通常会帮这些产品取一些很特别的代号 索尼在取名字的时候 文学气息就比较重一点 像这个世代的主机 就引用了许多文学名著作品的角色 作为旗下产品的代号 例如PS5开发专用机的代号 Crospero 就是出自于莎士比亚的剧作 The Tempest暴风雨里面的一位强大法力的巫师 而Tempest这一词呢 最终也用在了PS5的3D音效功能上面 PS5的代号呢 是Oberon 这则则是来自另外一部莎士比亚名著 《仲夏夜之梦》里面的妖精王奥伯隆 也同样是一位魔法强大的角色 从这两个例子 大概就可以看出索尼取代号的逻辑 而取名字呢 对微软来说 不知道该说是他们超强项呢 还是超弱项 反正就是很难懂就对了 像是初代的Xbox代号就叫做Mars 这个代号本身还是个缩写 全名是Microsoft Active Reality Zone 直翻的话就是微软主动现实领域 有种像是绝对领域的中二感 到了后期呢 又更难懂了 像是Xbox One的Durango 以及Xbox Series的Scarlet 都完全不知道关联的是什么 不过就算不懂这些代号 有时候光是知道这些代号指的是什么 也会有一些好处 像是能帮助我们从这些公司的内部 资料中找出一些猫腻等等的 不久前就有一位资料矿工 挖出了一个有趣的微软内部资料 里面提到了一个名为Keystone的代号 虽然说这个可能是任何东西 但是因为它的排序实在是太显眼了 刚好就排在上世代Xbox One的Durango 跟这个世代Xbox Series Scarlet的后面 所以许多玩家就会在猜说 这会不会是微软的新主机代号呢 就在这周又有关于新Xbox的消息传出来了 长期追踪微软相关新闻的记者 也同时是一位YouTube的 Brad Sam 在他自己的节目当中有提到 他非常肯定微软正在开发一款 改版的主机晶片 但他并不觉得这款改版的晶片 会带来更好的性能 更好的画质之类的 主要应该是提升晶片的效率 想办法降低晶片所产生的热能而已 按照他这样说的话 这个新的晶片应该就不太可能 会是升级版的Series X所用的 比较有可能是小改版的Series X或者S 毕竟主机里面散热片一定都用得到的同跟铝 自从疫情以来 价位都标的新高 能少用一点对主机上来说就是多省一点 像是之前PS5的改版 就大幅的缩小了当中的散热片 说不定微软就是想要藉由改版晶片 来进一步节省成本 但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微软打算推出无光碟版的Xbox Series X 在微软强推Xbox Game Pass的今天 所有本家大作都会直接第一天就登上XGP 而且XGP上面的游戏如果你不挑死的话 几乎是快要到玩不玩的境界了 真的会用到实体游戏片的状况是越来越少 如果能专门推出一个卖得更便宜的数位版Series X 感觉会是蛮合逻辑的选项 毕竟如果是用了这个小改版之后的晶片 不仅是可以省下散热的成本 还可以省去了光碟机 这样价位又可以卖得更便宜了 如果最终Series X真的出了数位版 希望像PS5一样 直接额外加个数位版在名字上面就好了 微软的鬼逻辑取名方式 拜托不要再来搞事真的会疯掉 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这则今年游戏轰动武林惊动万叫的新闻 想必大多数的玩家都已经知道了 如果还不清楚 最简单的介绍方式 就是微软发动了游戏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超能力 预计以687亿美元的天价 收购了包括我们熟知的暴雪以及其整间公司 动视暴雪 微软的游戏部门负责人Phil Spencer也有提到 在收购案完成之后 微软会把动视暴雪过往推出过的游戏 以及未来会推出的新游戏 全部都放上Xbox Game Pass 与PC Game Pass上面 一间专门做问卷调查的网站 YouGoth 在今年1月的时候 就针对了美国以及英国市场 各1200位 还没有订阅XGP的用户做了调查 问他们微软的Game Pass 在加入了动视暴雪旗下游戏之后 是否会吸引他们来订阅 这份资料一直到最近才被游戏媒体挖出来报道 最终这问卷调查的结果还蛮有趣的 也算是间接的证明了 微软花这么多钱来买动视暴雪 似乎是还蛮值得的 因为当中自认是PlayStation为主的玩家 在美国居然有高达46%的人 会因为动视暴雪加入了Game Pass 而因此对Game Pass产生兴趣 自认是Switch为主的玩家 在美国也有多达46%的人会感兴趣 整体来说 原先没有订阅XGP的玩家 在美国至少有四到五成 会因为XGP多了动视暴雪的游戏 而会想要去订阅 在英国也至少有差不多三成 目前微软的XGP总订阅人数 在今年1月的时候正式超过了2500万人 如果这则问卷调查的这些数据属实的话 接下来在微软成功收购动视暴雪之后 很有可能Game Pass又会迎来一波大型的订阅草 我们保持着实验的精神 决定也要做一则类似的问卷调查 来验证动视暴雪的吸引力 在各位看到这部影片的同时 我们也会在YouTube的社群上发起一个类似的问卷 因为YouTube的问卷最多只能误归选项 所以当中的选项会是影片上显示的这样 做出来的调查只能知道有多少我们的观众 原本是主玩PS Switch或者PC游戏的会感到有兴趣 不过大家好像都以为 微软买动视暴雪的这起收购案已经胜券在握 稳啦 但实际上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来的惊险 这个月的28号 所有动视暴雪的股东会需要投票 来决定说公司到底要不要卖给微软 虽然动视暴雪本身是公开希望股东们会投同意票 但是最近一间专门监督企业 以及确保劳工权益的第三方公司 SoC Investment Group 公开表态希望动视暴雪的股东投反对票 因为他们觉得让公司内部改组 对员工来说才会是最好的结果 虽然我对这一点也是感到很怀疑啦 不过当然对股东们来说 卖给微软才有机会能够赚1B 而对玩家来说动视暴雪基本上就是已经被玩坏了 不如就卖给微软 让微软用超能力来修一修 看有没有机会修好 所以实际上28号的投票 感觉会失败的几率不高 要是真的不幸反对票居多 那整起收购案就会直接告吹GG啦 所以在尘埃落定之前 也都还是有翻盘的可能性 影片看到这边 希望各位可以拉开下面的留言 看看其他观众留了什么 如果有喜欢的或者讲到自己新开丽的 麻烦顺手帮他们按个赞 感谢各位的帮忙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好笑的 要继续看下去才不会错播 那接下来按照惯例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微缩模型吧 在拍摄的时候有一种手法叫做移轴摄影 能够把画面拍出像是微缩模型的效果 而国外就有一个超厉害的YouTube频道 Floodya他们抱持着写情书给各种游戏的态度 用移轴摄影的技巧 把各种游戏都拍成像是动态维缩模型的感觉 这一新的作品当然就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想的爱尔登法环 我们在游戏当中曾经玩过走过死过无数次的那些场景 在他们的镜头下 变成了像是会动的迷你模型玩具 游戏所带来的紧张感挫折感完全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能够静下心来 好好的享受游戏开发者们精心设计的地图细节 欣赏各种壮丽的美术与场景 那他们除了爱尔登法环之外 也用了这个方式拍出了很多其他游戏的影片 每一款游戏都像是被迷你化 或者是玩具化了一样 让观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这些自己喜爱的游戏 我们会将这个Floodya的频道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 真心推荐大家有机会要去看一看 不是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 这里要感谢微软官方及节约 每周提供两张14天的HGPU卡 来给偷闲教堂战的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抽送很简单 只要在下方留言 正在本周的任何一篇游戏新闻趣闻做评论或感想 就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以及开讲的时间 我们会放在字顶留言 接下来看看过去的一周有哪些新游戏可以玩 13 Sentinoles Aegis Rim 13机兵防卫圈是由香草舍所开发的剧情导向游戏 既然看到香草舍这三个字 那就一定知道这款游戏的美术是打包票的优质啦 各种手绘画风的人物以及景色 都是业界顶尖的水准 游戏一共分为三大环节 还有13个主角的阿姆独 当中有很大量精彩的剧情 题材也可以说是各种科幻的大杂烩 各种想得到的科幻题材都有 透过优秀的故事内容 玩家也可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这13个角色的个性背景以及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 藉此而带入整个游戏的世界观 虽然游戏的主体是以故事剧情为主 但还是带有战略元素的战斗内容在的 战斗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世界上却还蛮需要动脑的 13个角色 技能跟鸡兵之间的武装要怎么搭配 关卡要怎么选择有限的人物来闯关 特殊的角色搭配 还会有buff之类的 选择性非常的多 这次游戏是推出在switch上面 非常适合游玩这款游戏的平台 Nobody saves the world 小人物救世界 玩腻了英雄勇者拯救世界的戏码 现在小人物就要出头啦 这款小人物救世界 是一款俯瞰视角的动作冒险RPG 最特别的地方是玩家扮演的是无名主角 可以随时变形成为老鼠 阔鱼 鼻涕从幽里 甚至是一只龙等等的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东西 透过完成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来解锁这些变身 总共有15个变身形态可以让玩家随意搭配 每个形态的技能还可以通用 看似要弄出一个会召唤骷髏大军的阔鱼 或是会吐黏翼的死灵法师 游戏的乐趣就是在各种的技能当中不断的尝鲜测试 找出最百搭的组合 这款之前只有出在XBOX还有PC上面 PS以及Switch的玩家都可以玩得到了 不过还是要再提一下 目前游戏还是有上架在HGP上面的 Rio 96 96号公路是一款剧情向的叙事冒险游戏 主要是叙述主角身在一个独裁国家 憧憬自由的他不顾一切踏上96号公路 开始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 但是故事的剧情并不是线性 就像是公路冒险本身一样 重点不是旅程的结局 而是过程中的经历跟体悟 游戏提供了玩家许多的选择与决定 这也让每一位玩家的游玩旅程非常不一样 也有机会会遇到各形各色的人物角色 可能是一路上要想办法躲避警察的通缉 也有可能是得向陌生人求助 但是在接受帮助的同时 又有可能要付出相对的代价 游戏有支援中文 所以即使有大量的NPC对话 还是很容易看懂 要是玩腻了打打杀杀的游戏 可以考虑来一场精彩刺激的公路之旅 又到了每周的游戏趣闻时间 各位在游戏当中应该都已经看过了无数的骷髅头 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想过 这些骷髅头还活着的时候 到底是长什么样 国外就有一位神人 用考古学中会用到的面部重建技巧 把Skyrim上古卷轴5无忌天际 这款游戏当中的骷髅头 用现代技术来重塑出他本来的样貌 就连有参与这款游戏制作 并设计出这些骷髅的开发者 都在推特下面留言说 这个完全就是他当初做这骷髅头时候 想象出来的样貌 但是这脸怎么好像越看越像某个 好莱坞电影当中万年配角的长相 好了本集的偷闲加油站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ko爸爸 下周见 拜拜 我很喜欢看一些没有什么营养 但是看了心情会好的废片废图 前几天在脸色的报废公司看到这个 觉得还蛮好笑的 所以我就挑了几个和大家来分享 原图是这个 雨磁造具 用三个雨磁组合成有意义的巨龙 独角仙 树枝 我们先看一下不歪楼系列的 成群的独角仙一起享用甜美树枝 将大树包覆起来犹如一条黑乎乎的巨龙一般 OK 这就是罗布歪 罗布歪之二 独角仙停留在犹如巨龙般的大树上吸食树枝 那接下来就是 略瑟瑟系列 巨龙与独角仙连结喷出了树枝 呵呵呵 巨龙含情默默吸着独角仙的树枝 我的巨龙就像独角仙一样硬挺 可是发现好像有点脏 我就反复的叉叉戳戳 怎么就流出了树枝来 我的巨龙喷出的树枝可以喂食独角仙 呵呵 再来就是这个 蛮多人按赞 他对巨龙的渴望就像独角仙对树枝的痴狂 哈哈哈哈 再来到爸爸妈妈系列 爸爸妈妈系列非常非常的多 这边先挑几个蛮好笑的 爸爸的巨龙树枝很多 妈妈向着独角仙努力的吸着 爸爸的某个部位就像巨龙一样 妈妈跟独角仙一样 每天吸损着里面的树枝 完美 哈哈哈哈 再来前面都是爸爸妈妈系列 就看着看着说怎么都是用爸爸妈妈 就没有叔叔阿姨吗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外遇系列 叔叔扮演着独角仙 手握着他那条巨龙 对妈妈喷出疑似树枝般的液体 哈哈 再来 最佳故事篇 在爸爸的库长下 有一座宛如童话世界般的森林 里面住着一只独角仙 但是他逞胸痘痕的样子 犹如巨龙般的凶猛威武 每每森林大火时 独角仙都会喷出 储存已久的乳白色树枝 来娇息大火 爸爸说这是天降甘霖 雨露均战 只要大火平息 平民百姓才得以安乐 再来这个最咸诗篇 独角仙交传一声 倒在巨龙的怀里 这个时候独角仙眼如妹丝 温润的双处微微张开 还喷出如树枝一般白色液体 每个都很尖宅 最后这个是最好笑 我认为是真的要冠军的 昨天半夜起床喝水的时候 听见爸爸在房间里面说 自己是巨龙妈妈笑说你拉死独角仙吧 后来我听见妈妈哀嚎声 走进去房间要救妈妈 听见妈妈脸上 整个都是乳白色的树枝 怎么这么人才 我听见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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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